難道你們不曉得 跟民進黨團結在一起 只會讓他更囂張嗎 只會讓他以為他更有底氣 去挑釁中國嗎 去求戰 去促戰 我們為什麼要走到 第四次台海危機這一步 那我想請問蔡總統 你都沒有責任嗎 你身為三軍統帥 身為總統 那你在幹嘛呢 你這樣把我們國家帶到這個地步 我還幫你鼓掌喔 我們要跟民進黨團結 因為我們面對的是子彈 我們要團結 各位啊 我還是忍不住要怼一下啦 難道你不曉得 這些前輩們 難道你們不曉得 跟民進黨團結在一起 只會讓他更囂張嗎 難道你不曉得 跟民進黨團結一起 只會讓他以為他更有底氣 去挑釁中國嗎 你不知道嗎 你們跑了這麼久的政治新聞 你不了解民進黨嗎 你以為跟他團結在一起 是團結在一起幹嘛 團結在一起 避免戰爭發生嗎 不是啊 你跟他團結在一起 是幫著他 讓他繼續挑釁中國大陸 去求戰 去促戰 你有沒有想過這件事啊 整天在那裡洗地 幫自己洗地說 哎呀 真的不用了 我再說一次 跟民進黨團結在一起 是讓民進黨以為他做的事情是對的 可以繼續的挑釁中國大陸 這就是霍倫哥一直講的 這就是國民黨現在做的事情 你跟民進黨團結在一起啊 去爆美國大腿啊 去反中去仇中啊 對 那民進黨做的就是對的 因為連最大在野黨都跟民進黨一樣啊 然後呢 你看全台灣都挺我 衝啊 你自己去死 我沒有跟你衝在一起的意思 所以我真的不懂 我們要做的事情 是把這個只會求戰促戰的政府給換下來 讓他不要繼續危害台灣跟破壞兩岸 還挑釁中國 你還要跟他團結在一起 你希望他繼續執政永久執政 你再去跟他團結在一起 到底在說什麼 這邏輯簡直錯亂啊 我的牢騷發完了 因為我實在是 要動的你知道嗎 來來來來 霍倫哥要補充 這個我簡單補充一下 因為單身廣長這個我實在是 當然剛剛卓老師的分析 就是這個 有三次這個白批書 1993 2000年跟2022 當然單身廣長 我這個是標準的馬後炮 如果第一次白批書1993年的時候 那就是這個快30年前 1993年 因為今年是九二公司30週年 大陸上個月已經紀念過了 本來國民黨 國民黨派這邊 導播 這邊有一個國民黨的 不對 左教授也是國民黨的 你被國民黨包圍 我被國民黨包圍啦 湯教授你是國民黨的嗎 對啊 啊 對嗎 好 你也是國民黨啦 你怎麼找到三個公司 來 你來坐我旁邊啦 來 坐這邊 開玩笑 不是 但是我們要跟觀眾朋友 今年是九二公司30週年 本來國民黨要辦紀念活動 朱立倫說有點敏感 那就要政大國關的東西去辦好了 國民黨就不辦了 這個就是朱立倫 我剛剛講說如果1993年 就是29年前第一次白皮書的時候 我們就跟對岸談 那時候我們的籌碼有多多啊 那時候兩岸的氛圍 就不是這樣子啊 那如果是2000年的時候 就是剛剛朱老師講 那兩國論剛開始 如果那個時候談 條件也不錯 那你現在拖到2022年 這時候談 但是我覺得我們這個事情 就是包括你之前談這個 美中的鬥爭 就是拜登這些東西 拜登怎麼去中東什麼的 我的意思說 這個我們第四次的台海危機 我認為到昨天為止 算是告一段落 可是我很不滿的 就是我呼應你剛剛講就說 那為什麼我們會有第四次台海危機 除了你講裴洛西跟拜登 這對姐弟之外 那為什麼發生 因為美國我們是管不到的 美國我們是把他罵一頓的 美國我們是管不到 大陸我們也管不到 他飛到射過來 我逼他也不會理我啊 但是觀眾朋友 我們可以管我們自己啊 我們內部應該想說 我們為什麼要走到 第四次台海危機這一步 所以我跟大家講說 所有支持歡迎裴洛西來的 我都不想投票給他 你莫名其妙嘛 你怎麼跟著 你歡迎裴洛西來 那裴洛西來已經走了啊 那我們有沒有針對蔡總統 蔡總統他今天也跑去 巡視這個國軍 他覺得說我們這個表現得很好 大家辛苦了 我想請問蔡總統 為什麼在你的領導之下 我們發生了第四次台海危機呢 你都沒有責任嗎 你身為三軍統帥 身為總統 那你在幹嘛呢 對不對 怎麼會變成說 大家國軍弟兄 大家都很 因為第一線的弟兄 一定是很緊張 很辛苦的 包括那些操演啊 然後這個飛機 船艦的對峙什麼的 那為什麼會走到這個地步 我們不去追究這個事情 然後盲目的說 我們要支持蔡總統 我跟各位講 對外我一定支持蔡總統 因為你面對大陸 面對美國 我一定支持蔡總統嘛 面對日本也是一樣 我們對外一定支持蔡總統 對內不用跟蔡總統算帳嗎 對內不用問蔡總統 你是在幹什麼 你是在做什麼總統 你是假的 外的 你這樣把我們國家帶到這個地步 我還幫你鼓掌喔 如果照那些人 就是蔡思平跟黃偉安 你是怕什麼 不敢說我說好不好 蔡思平跟黃偉安 我請問你們兩個一句話 一個比我資深 一個比我資淺 下次發生第五次台海危機的時候 我是不是也要支持那個總統 下一個總統不知道是誰 第五次台海危機 也不知道是什麼時候 再發生的時候我也要支持他 不管為什麼我都得支持他 因為他說哪有這回事啊 誰造成台海危機 誰就應該負責嘛 誰就應該面臨國內的檢討 國民黨要檢討嗎 國民黨要去監督民進黨 國民黨每天打論文 每天忙著打論文 他想說靠著打論文 我就要重新執政了 我就要拿回政權了 我才管你什麼台海危機 什麼爛黨啊 不對 這邊國民黨人還滿多的 莫名其妙嘛 你需要一個去監督 制衡民進黨的角色 怎麼會是我們來做呢 你最大在野黨的職責是什麼 然後你自己說 我九二共識我也不要的 我也懷疑九二共識 你跟民進黨有什麼不一樣 我想要強調就是說 我認為在台海危機 跟這個白皮書 應該是我們大家 當然我不是說要大家 趕快捲鋪蓋逃命這樣 我說應該是大家覺得 飛彈都打過頭頂上了 應該是大家很警惕 然後趕快朝野來這個 大辯論也好 做談會也好 應該是針對這個題目 談的時候結果你看 絕大部分的藍綠在打什麼 這在打零之間的論文 基本上我是比較決定 我認為是沒有救的 我說到沒有救的意思說 我認為國家是會被藍綠的 這個選舉的二鬥給搞垮 因為誰當選桃園市長 或甚至誰當選台北市長 或是2022的輸贏 如果你看到單身管 我們第一章的那個 整個美中的這個 兩牆的 其實已經不重要了 你2022你贏跟我贏 是有什麼不一樣的 反正人家都要打過來 而且這個是因為我們整個兩岸 但我也不覺得這個北京方面 會寄望國民黨或寄望明天 沒什麼好寄望的 這兩個黨基本上已經殊途同歸了 他沒什麼好寄望 他也不必寄望台灣人民了 他可能就是 我想做什麼就做什麼 所以你剛剛講到的重點就是說 這一次白皮書的裡面的部分的 這個 他的這些調整 跟前面黨是不太一樣的 越來越緊縮 有一點那種語意上的差別 說以前是說 我們坐下來談啊 前面兩次比較有 這樣子坐下來 現在是先統一再談啊 現在是變成這樣子 以前是我們談談看怎麼統一 現在是先統一我們再來談 這個差別變成這樣子 非常的明顯 所以我認為我們時間不多 我希望看單身管節目的朋友 能覺醒的多覺醒幾個 好 那如果你覺得論文是 中華民國最重要的事情 那我們國家 我這樣講很抱歉 今天是中華民國 只有111年 國家從成立以來就多災多難了 那我們這些一代不如一代 一代不如一代 越來越差 真的可能國家快亡 我們來幫大家來科普一下下囉 好 水神跟病毒 細菌作用之後會還原 變成了水喔 這個換句話說 是完全不殘留 也沒有任何的污染 一天你就算使用上千次 也完全都不會刺激皮膚 小朋友 寶貝 兒童 孕婦 完全都可以用 歡迎大家上快點GO